脑梗与睡觉有关 医生再三提醒 老年人睡觉时要多注意这几点 凌晨三点 急诊室的白赤灯依旧明亮 值班张医生正准备小气 刺耳的救护车鸣笛声打破了医院的宁静 68岁男性发现时躺在床上 意识模糊 口齿不清 右侧肢体无力 随着担架车快速推进 护士小王简短报告着病情 躺在担架上的老人 正是城内知名面馆服满楼的创始人老赵 在街坊邻里看来 老赵身体一向硬朗 每天清晨四点准时起床猴面熬汤 数十年如一日 谁能想到一觉醒来竟成了这般模样 快立即做CT 张医生指令道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 左侧大脑中动脉区域明显低密度影 诊断结果赫然写着 急性脑梗死 老赵的儿子赵明握着父亲的手 声音哽咽 医生 我爸平时身体多好啊 血压血糖都正常 怎么会这样 张医生叹了口气 开始仔细询问老赵的起居习惯 原来 这位面馆老板为了保证每天能按时营业 总是在晚上九点就上床休息 入睡前 习惯性垫高枕头看会儿垫视 往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枕头垫的太高会影响颈部血管血液回流 增加脑血管意外风险 张医生一边在病例本上记录 一边解释道 住院期间 同病房的还有位65岁的退休工程师 钱大伟同样身受脑梗所扰 钱公躺在病床上向老赵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由于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夜里总是打呼噜 白天昏昏欲睡 妻子劝他去检查 他总觉得睡觉打呼是小事 直到某天早晨醒来 发现自己说话含糊不清 护士站里 年轻的李护士正在翻阅相关医学文献 根据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显示 睡眠质量与脑促中风险密切相关 睡眠呼吸暂停会导致血氧饱和度下降 引起血压升高 增加血栓形成风险 而不良的睡资 过度疲劳等因素都可能诱发脑血管疾病 在医院住了两周后 老赵的病情逐渐好转 这期间 他认识了不少病友 有开运输公司的陈老板 以前在电视台当播音员的郑女士 开小超市的王大姐 通过交流 他们逐渐意识到 良好的睡眠习惯 对预防脑梗塞至关重要 张医生特意找来几位病人 进行健康指导 睡觉时 枕头高度要适中 颈部略微抬高 15度左右即可 保持规律作息 避免熬夜或睡眠时间过长 若出现打酷 睡眠呼吸暂停等症状 应及时就医 睡前避免剧烈运动或进食太多 病房里 老赵开始计划如何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准备让儿子接手早上吼面的工作 自己则负责把关品质 适当放满生活节奏 前工也联系了睡眠专科医生 准备进行打酷治疗 一个月后 老赵康复出院 他站在自己的面馆前 看着晨曦中熙熙攘攘的街道 感慨万千 这次疾病给了他深刻警示 健康才是立足之本 现在 福满楼依然每天准时营业 老赵会在早上七点准时到店 精神焕发地与老主顾聊天 夜里十点 他会准时上床休息 枕头垫到合适高度 有时还会做做颈部按摩 街坊们都说 老赵气色比以前更好了 张医生每次查房 都会见到老赵专注地在病历本上记录着血压 血糖等身体指标 这位倔强的老人明白 活到老学到老 关爱自己的身体永远不晚 病房走廊里 张医生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日常工作 每当夜深人静时 他总会想起那个凌晨送来的老赵 想起那些因为忽视睡眠质量而折损健康的患者们 生命的警钟已经敲响 愿更多人能够引以为鉴 在医院的康复中心 老赵遇到了一位留着花白胡子的老医生 这位老专家告诉他 中医讲究卧如宫 魅如中强调睡姿对健康的重要性 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 睡眠时的体位会影响脑部血液循环 老赵住院期间 儿子赵明接手了面馆的工作 他发现父亲以前的作息确实太过劳累 打算在面馆后厨增加一名帮手 让父亲能够获得更充足的休息时间 同病房的郑女士也分享了他的经历 退休前作为播音员 他经常需要早起主持晨间新闻 作息时间紊乱 退休后虽然时间自由 反而养成了熬夜看电视的习惯 这次突发脑梗 着实给他上了一课 医院的营养师特意为病房的患者们 制定了适合的饮食方案 晚餐要适量 避免过于油腻 睡前一两个小时不要进食 建议喝点温牛奶帮助入睡 渐渐的病房里形成了互帮互助的温馨氛围 大家会交流康复心得互相鼓励 前功自豪的报告 他的打酣频率降低了 郑女士开始养成早睡的习惯 王大姐学会了睡前放松操 张医生在查房时经常看到这样温馨的一幕 老赵会把自己学到的睡眠知识 讲给新住院的病友厅 告诉他们颈椎保健的重要性 那些来自不同行业 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患者们 在病房里建立起了独特的情谊 随着康复训练的深入 老赵的右侧肢体力量逐渐恢复 物理治疗师教会了他一套改善颈椎血液循环的操 这让他感受到了希望 出院前 老赵特意请护士小李帮忙打印了一份睡眠日记表格 准备记录自己的睡眠质量 这个曾经觉得睡觉小事一桩的绝老头 终于学会了重视每一个细节 回到家后 老赵按照医嘱调整了卧室环境 撤掉了过高的枕头 选择了合适硬度的床垫 睡前不再开着电视 他的妻子欣慰地发现 老伴的睡眠质量明显改善了 街坊们都说 现在的赵老板不仅面条做得好 对健康养生也很有研究 每当听到这样的话 老赵就会想起住院时的种种经历 那是刻骨铭心的人生课堂 医院里张医生依然在为更多的患者服务 他常常感叹多少疾病本可以预防 只要我们愿意倾听身体的声音 尊重生命的规律 而老赵 这位经历过生命考验的老人 正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的面馆里不仅飘着热气腾腾的面香 更洋溢着对生命的真实与热爱 脑梗的发生机制 脑梗是一种典型的脑内血管疾病 一般由两种情况造成 一种是因脑内血栓形成而导致的脑血管堵塞 另一种则是脑栓色 及身体其他部位形成的栓子 经过血液循环到达脑内血管 但不论是如何形成的栓子 一旦堵塞脑血管 便会导致脑组织缺血 缺氧 最终造成脑神经细胞的损伤和死亡 也就是脑梗死 大家都知道 人体最直接的死亡方式 是脑死亡和心脏停止 医学上判定人体死亡 也主要是根据这两个器官组织的情况 作为评判标准的 所以脑梗会对人体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 即使因救治得当 没有面临死亡的威胁 也会留下程度不一的后遗症 比如偏瘫或半身不遂 脑神经损伤引起的认知障碍和感觉障碍 身体共济失调 从而无法保持平衡和稳定 对言语功能 视觉神经等感官的损害 长久的头晕头疼等等 这些症状可能会在几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内逐渐消失 或者在专业的康复治疗下逐步改善 但有些后遗症可能是伴随终身的 形成终身的残疾影响生活质量